Hello 大家好 我是激励與體能教練李莉佳 那今天的內容的話 我會主要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增加我們頸椎的活動度 包含用伸展或是用按摩手的方式 去放鬆比較常見 頸繃的頸部肌肉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呢就是用訓練的了 訓練的話會分成兩個 第一個的話是去獨立的訓練 比較常見容易沒有力的 深層頸屈 那第二個部分則是頸椎跟主要 還有下頸椎還有其他關節的配合 那我們的多關節的內容的話 會主要以DNS 就是動態神經穩定術裡面的 三個月養躺姿跟趴姿 還有六個月的趴姿去做介紹 最後第三個部分則是 用一些影片去示範說 我們日常頸椎它看起來的樣子 不論是在走路跑步 或者是像是運動員做蹲舉 或者是硬舉等等這些動作 那我們就來開始吧 好我們要來介紹怎麼樣去伸展我們的斜角肌 如果我們要伸展右側斜角肌的話 我們第一個先把右手背在身體的後方 接著讓左耳往左肩的方向靠近 接著呢我們要將頭往地面的方向旋轉 在旋轉的過程中 如果有除了緊繃之外的不是的話 可以稍微去調整一下角度 那我們選擇在一個比較緊繃的位置 我們去停留20到30秒 然後我們可以重複2到3次 好接下來我們要來伸展我們提肩胛肌 如果我們要伸展右側提肩胛肌的話 我們將左手從胸前繞過肩膀 去抓住我們肩胛股右邊上緣 然後呢我們再把頭輕輕的往我們左側 通常衣服會做口袋的這個位置旋轉 然後我們一樣會在這個位置停留20到30秒 重複2到3次 那另外一個可以用按摩球放鬆的方法呢 我們是可以把球這樣子裝在襪子裡面 然後可以去找一面牆或者是門邊 然後將球放在我們肩胛股上緣的位置 這樣子停泡的牆面 然後這樣子輕輕的來回滾動 好接下來我們要伸展我們的上斜幫肌 我們如果要伸展右邊的話 我們可以用手去稍微抓住椅子固定 然後我們將我們頭往右肩的方向旋轉 這個左手輕輕的把頭從右邊再往左側 然後我們一樣可以在這邊停留20到30秒 然後重複2到3次 那另外一個方法呢我們是用按摩球去協助 所以我們可以找一個圓柱體 像是門框等等的 然後我們將球會放在我們的肩膀上面 將身體跟地面成平行線 然後這樣子用球去往牆面的方向去施力 配的話也可以去搭配轉動脖子 或者是去動動我們的手臂 好我們接下來要伸展的是胸手乳肌肌 那在伸展之前呢我們會希望可以去固定 我們在手骨這一段的位置 所以一開始呢我們先將頭往右邊轉 然後會看到有一個細長的肌腹 那我們就是往手骨這段這邊稍微固定住 從這邊呢我們固定住之後呢 將頭輕輕的往左側靠 然後往後上倒 這樣子去伸展 那如果可以的話也可以將下巴往前推出去 去增加我們伸展的角度 一樣可以停留20到30秒 2到3度 那另外一個方式呢我們可以用徒手去按摩的 那一樣呢我們將身體 將頭往左邊看 然後會看到我們這邊有一個細長的肌腹 然後我們去稍微去抓住其中一段 感覺比較緊的地方 我們可以回到中間 然後我們一樣去反覆的去往左側轉 再回來輕輕的去按摩 那也可以每次都去調整你所抓放的位置 好我們接下來要做的就是第二個部分喔 那我們一開始呢 會先分離訓練我們的深層脊蓄肌 這時候我們先要準備一個道具 你可以選擇像是彈衣袋 毛巾等等的帶狀物體都可以 那我們會先做 把道具呢 放在我們的後腦勺的位置 然後在動作開始前我們會幾個擺位 第一個呢 或是我們把手頭頂到我們牙齒的後方 然後下巴收好 眼睛會往我們肚臍的方向走 那這些位置設定好之後呢 我們手往前去帶一點點壓力 那這時候我們的頭要維持在這個位置不動 我們會撐10秒 然後10秒之後放鬆 然後接著再做下一下 我們會做10下到15下作為一組 可以重複大概2到3組 好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到第二個部分 就是頸椎跟其他關節的配合 那我們會從動態神經穩定術 DNS裡面的3個月養長姿開始 那我們先平躺在地上 膝蓋可以彎曲先讓腳著地 然後第一個伸去感覺一下我們的肩骨 肩胛骨跟真骨有沒有在同一個直線上 然後我們在這邊卡慢地呼吸 那會感覺把氣吸到我們的腹腔裡面 然後主要是氣是有均勻地在側邊下腹部跟腰側都會有一些氣在這邊 那當氣的感覺穩定了之後呢 我們可以稍微收著把氣輕輕地留在腹腔裡面 然後慢慢地將腳抬起來 兩隻腳都是 同時也是去感受一下我們剛剛講的三個位置是在同一個直線上 然後肩椎肩胛骨跟整骨 那這個地方準備好了之後 我們手可以輕輕地離地 用我們剛剛前一個就是深層頸鋸肌的訓練跟右髮 我們去開啟我們的動作 舌頭輕輕地往門牙的後方頂 下巴收 然後眼睛往肚臍的方向看 然後輕輕地將頭往上帶起 我們可以在這個姿勢下維持大約10次到15次的反覆次數 然後一樣可以做2到3組 好接下來我們要做的就是在DNS裡面的3個月趴姿的動作 那首先我們先趴在地板上 然後肩膀會是放鬆的 手可以輕輕地放在前方的地面 主要是讓你的肌肉不會用力 如果可以的話也可以放在額頭的下方 然後我們先在這個姿勢下先去呼吸 一樣會感覺到我們的腹臂都會充滿了一些壓力 然後核心是穩定的 準備好了之後呢我們可以把氣輕輕地收著 然後用剛剛深層頸鋸肌的誘發方式一樣 先把位置擺好之後我們用手肘作為支點 然後這樣我們頭慢慢地抬起來 再輕輕地放下 那這個動作呢只有發生在我們頸椎到可能上胸椎的位置 其他地方的話都是維持不動的 然後在做這個動作的同時也不會覺得在腰背部會有張力喔 一樣可以做大約10到15下 重複2到3組 在這個動作比較順利之後我們抬起來 可以搭配我們頸椎的旋轉 然後我們會覺得好像是 以我們的脊椎作為中軸線左右去旋轉 在旋轉的過程中我們頭不會有側倒 或者是過身的動作 像是這樣子 或者是這樣子 一樣像是 有一個棍子在我們的前方 這樣子將我們的脊椎延伸出去 如果可以的話也可以用手 作為主力輕輕去頂住個案的頭部 讓他知道說力量是往前這樣子走 然後一樣維持我們剛剛基礎的頸部位置 再來做旋轉 那這個動作我們也可以就是維持 一邊各10到15下 維持2到3組 接下來這個也可以再做它的進階版 進階版的話呢 就是將我們的手往前延伸起來 從這邊這樣輕輕地收在肚子 延伸起來之後核心穩定 我們將一隻手抬起來 然後一樣在手的動作過程中 我們維持我們的頸部 是在剛剛理想的位置上面 同時在我們的脊椎的其他地方 是不會有過度有用力的狀況 特別是在腰側 如果可以的話也可以手抓彈力帶 或者是拿一些小重量 去增加這個動作的難度 好接下來我們要進行的是6個月的趴姿 那我們一開始的動作擺位會從四足跪姿開始 那四足跪姿的話呢 我們就是一開始腳膝蓋的位子 大概是跟髖關節差不多寬 然後膝蓋會在髖關節的下方 先走完彈線 那是基礎的四足跪姿的擺位 但是我們等一下動作的時候 是身體中心是要往前移 所以我們手會再往前走一小步 在動作開始之前 一樣是先把呼吸集中在腹部 然後讓我們整個腹臂均勻的充滿壓力 準備好動作的時候 一樣注意就是 就是間椎肩胛骨跟整骨是成為一條直線 從這個角度把剛剛那一口氣hold住 然後慢慢的中心往前移 然後再往前移的時候 我們維持頸部的位置一致 同時也讓我們的腰椎穩定 然後肩膀臉上是往後捲的樣子 比較常見的錯誤可能會是在往前的時候 脖子跟著往上 然後腰椎跟著往下它 然後肩膀往上手 我們稍微去注意這樣子的動作 那這個的話也可以增加一點點阻力 我們可以嘗試在髖關節這邊 去有一個彈力帶往後拉 去增加它往前移的難度 同時也會增加它的脊柱整個的挑戰性 那另外一個會比較辛苦的動作是在 個案的上肢之力比較好的狀況下可以去嘗試 我們會從地板來到我們剛剛的那個位置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手會在我們肩膀的延長線的位置 然後五個手指頭打開 我們從這個角度一樣去吸好到腹臂 然後會感覺是要把手肘往下這個方向壓 然後把我們整個身體一起往上帶起來 來到剛剛的這個動作 脊柱這樣子把它撐上來 同時維持脊柱是直的 然後比較常容易見到的錯誤會是這樣子 我們盡可能注意就是在往上的時候 氣集中 手肘往下壓 脊柱是直的往上走 然後下去的時候也是一樣 會感覺把手肘往前慢慢的放下來 身體中心是有點往斜前方移著的 同時也是注意我們頸椎的位置移至 如果個案在這個動作操作的時候 可能手部的肌力比較不足夠的話 可以在它的大胸宿這邊拿一個彈力帶 或者是毛巾去輔助它往上移動 然後同時也先確保個案是在核心 先穩定之後才開始試肌的動作 那以上就是我們的訓練囉 好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坐姿的姿勢 那我們第一個的話 一樣是像我們在做訓練的時候 維持我們的枕骨肩胛骨 跟我們的尖椎是在同一個直線上面 那如果有習慣靠背的人的話 會建議把整個背部都去做同等的支撐 不會是只有腰側有支撐 但上背是這樣子 有點潰在 躺在椅背上面的 然後再來呢 就是希望手的放的位置也是比較舒適 它應該會稍微在比較下方一點點 就是 軸距的角度大約是大於90度 然後另外的話 如果是有在看螢幕的話 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可能螢幕的最頂端 它對到的是我們額頭的位置 然後它的距離應該稍微剛剛好 是在我們的正前方 不會是偏左邊或者是偏右邊 這樣子的話就比較可以避免在坐姿的時候 有脖子往前掉 或者是會往單邊側轉的狀況 那手部的放置位置也可以避免我們 就是會打電腦打到後面會變得有點聳肩等等這類的 好接下來的話我們是要介紹站姿的位置 那我們一開始在站立的時候呢 我們第一個先感覺到就是 我們腳底的重心是平均的 不會有特別往側邊或是往前往後倒 然後膝蓋可以稍微微的彎 然後感覺會把重心重在寬上 肩膀收 然後脖子稍微往後推下巴往內收 那這就會是一個比較舒服的站姿 那如果像在等公車捷運的時候 如果真的要拿手機的話 會比較建議是在這個位置可以看到 就不會有這樣子整個人往前倒的狀況 然後脖子也不會這樣子跪著 重心會倒向一邊 那在動作的話也是一樣的 我們就是維持 之前講過的就是整骨肩胛骨 然後尖椎這樣在同一個直線上 然後我們這樣子去做一個動態的移動 在這裡面對著晨嬌 旖子也會輕輕輕輕鬆 有兩種照片的藍牙 她是很美麗的一枚 她是非常努靜 她是非常專心 和非常商量 公司 公司 是真的 我幫我們 如果晚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的经部训练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另外也想要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其实除了在训练要注意颈部的动作之外 我们更应该要留意的就是生活中的颈部的状态 因为我们其实在生活的时间的时数 远远都大过于我们在训练上的 特别是已经有颈椎不适的学员 一定要请他们特别去多多关照 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颈椎的稳定跟活动的状态 然后也有颈梦的状况也要多多的留意 最后希望大家都可以有健康的好颈椎 那我们影片到这边结束 下次见